好,接著到下一套,下一套就是驚蛇 也是一期一會的 都是這樣,都是看那些東西 以前看驚蛇不是看這些的 看什麼的?博本? 現在看驚蛇就是看他的創意,他的創新 看他的溫情,看他怎樣改編,怎樣重築 現在? 沒有的,現在其實他的模式是什麼呢? 頭心就很爆了 接著不知道會做什麼 那一套爆是什麼意思? 各方面的爆,話題性,出本性 關注到 就是出本的,我只是覺得現在的驚蛇 人設是OK的,還有所有的場景是OK的 但是一到後面就不知道說什麼 不是這套是這樣的 其實現在的模式走向也是類似的 你見到他的劇本的風格也是這樣的 而這一套叫做什麼呢? 我可以說是畫公仔畫出腸 他屬於是 我覺得是好事 擺明是那些東西 好過你不會扮高深的 其實是 但是也算是什麼? 這套叫做無彩閒的環影世界 當然是輕小說出品 當然是在Kaisuma文庫的輕小說 其實是三年開始發行 如果你說看今次那一篇 其實應該是這十三集 其實應該是他的小說第一篇 這麼少? 夠了 但是是輕鬆的 這個是輕鬆的 後面那些應該是較為沉重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整套動畫裡 他用了很多怪談 或者一些所謂的定律的東西 去創造一個故事出來 而那個故事其實 實際上跟那個理論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其實是想有關係 不是那樣東西 不是那樣東西 純粹是拿了那套 中間有些東西的設定出來 做那一集出來 但是 關不關乎那個定論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是有少少寸作附會 其實有少許多 而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類似叫做驅魔形式的作品 一套其實叫做 這些所謂的 Phantom 的東西 一條其實是 沒什麼用的 其實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是很受限制 其實我也是想畫畫 而他裡面之後 他創造了很多奇怪的危機 就好像其實 由零奈出來開始之後 零奈因為 不是葛爾塔 他是 他的能力太強了 他是Eater 即是他叫什麼 Phantom Eater 對 而他其實 他做了很多後面 其實驅魔不了 應該說他不能夠驅逐的原因 就是什麼 究竟好像不能吃 第一個問題 那些東西一向是不能吃 不是 他後面再加了一個設定 說 至於這隻怪不是衰到程度 我就不能吃 之前不是這樣的 對 真的驅逆 你這樣都說得出來 其實那個是什麼呢 是要強行去營造一個環境 給男主角 一條 是去 叫做soul off 發揮他的能力 去解決事情 不一定是男主角 不要每次都靠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都很大 如果他什麼都能吃 你不要說 水無賴那個 他的聲音 最初他說 這個人很厲害 基本上什麼都可以 solo 然後告訴他 最後 索中說 不是的 你火屬性 對著水屬性哪有效 我說 他越驅越差 聲音是火屬性的 我不知道 但是 水無賴 其實他出 叫做陰波 那種攻擊 那時候 他不僅是火屬性的 那我就說 嘩 你真是 挖得就挖的 你真是 重點是 他後面 只是一個反 粒子炮的物體 不是 重點是 他一個單拆王 變成一個團隊 一個小小 其實是沒什麼用 真的看到他 吹得很厲害 吹得很厲害之下 但是這個團隊 其實用途不多 不是這個我覺得 是合理的 他不是隊友的時候 那個能力更強 一進了隊 就馬上廢 很明顯 核心 其實是 整個無彩限的世界 Fandom和這個人類 之間 已經變成一個常態 你看到 突然之間 學校出現的溫泉 沒問題 有什麼問題 大家好像齊娃娃 圍圍圍 然後 到他後期 創造一些 好像黑幕的東西出來 其實整套東西 其實是不合格的 其實是 事前 你沒有一些 很沉重的 他沒有摸牌過 他著重了一個重點 去了哪裡 就是所謂叫做 角色不幸的過去 個個好像很不幸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看上去就很奇怪 為什麼 其實他就說 第一集 去賣回 他後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危機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黑幕 其實你在十集之中 其實你都不覺得 那種黑幕是出現的 他沒有什麼聯繫 故事與故事中 很單元 他全部都是單元 他就說自己無緣無故 自己的耳邊有新的能力 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搞什麼研究所 你有沒有說過研究所 其實他就說 他有沒有一些病毒走出來 結果有些人 是可以有些特殊 其實看上去你是很不通的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是什麼 是一些 叫做 你完全 叫做 走向的故事 就是什麼 Fundum 作為一種生物 但是叫做什麼 被人類不認同 它是生物 當它們只不過是一種道具 這些設定的環境 他有解釋過 一個 不知是 腦裏面受了污染之後 那個影響 而你眼 本來看不到的東西 你現在看到 那種 那種 他有解釋過 即是開眼 但他到後面 這個東西有沒有關係 好像有沒有關係 他突然之間 鋪了一個 所謂叫做什麼 一個 我叫做什麼 深層次的問題 他是一個 就是說究竟 我們是要和平共存的 我們是 他有一個這樣的意味 我們只是驅逐一些 不好的分泌 一些好的分泌 我們是不會理會的 或者說完好主要惡 為人類主義 又是 對我著數有好處 我不會理你 你會害我人類的 當你有害 危害不了你 你就不會驅逐它 其實他覺得很表面 那些 即是城市你說 一條的呈現 和他自己創出來的 阿魯魯 剛剛 人類和葡萄和平共存 但他才沒有提過 他們有提到 原來說 阿魯魯是他的陰暗面 陰暗的亢奮面 所以阿魯魯好像很活躍 但一條就好像很難 他不是說到 阿魯魯是他創造出來的 他說他是另一個人格 某種意義上是他 但是 阿魯魯 剛才我們說到 他最錯的一件事 就是說 他突然之間 試圖 去製造一些 叫做什麼呢 製造一些黑暗 是劇情上的 一些陰謀 黑暗出來 是 突然有個女人走出來 大黑幕 大黑幕 但是 這個也是叫做 驚蛇式的 處理方式 其實我覺得就是什麼呢 這件事很厲害 他是會吸收別人的能力 是搶的 不是吸收 這件事是 不過他剪輯了 他剪輯了 你最後那一集裡面 他所謂的對抗方法就是什麼呢 你會覺得 最後那一集 你會看到真的很無謂 即是這個人 已經收集了 叫做什麼 搶奪了 很多不同的特殊能力者的能力 他應該很厲害 而他相信 連一條 所謂最強的 最強的 創造能力都吸收 然後跟露露再次 用盒 就是Kiss 然後就會拿回他的能力 他又說 這是一個邏輯問題 和他那個時間 那究竟他的能力有沒有被偷到呢 對 我也很懷疑 你想清楚一件事 露露是一條的創造物 是由一條的能力創造出來 他不是一條能力的一部分 不是他不是創造 應該是他類似想說 露露分身 他應該露露都有那種能力 而這一個呢 這一個是 完全是吃書的 喂 如果你是這樣說的話 你一早跟我說這件事 麻煩 在十一集的劇情裏面 你跟我報一個劇情 露露是可以做到類似一條的效果 那露露就說我給你這個指定 對 露露就是會飛 一條不會飛 一條不會飛 很奇怪 其實我覺得露露 他一直都想描述 露露是他的潛意識 就是經常說這些高深的事情 但其實做下去是一點都不像 對 但是前十一集是沒有露露 你見看露露也是他畫出來的 他畫狗 畫白狗 那露露也是他畫出來的 他在前意識畫美女出來 變成露露 露露不是在我上床 其實是他的能力的過餘現象 衍生了這個效果出來 在最後一集他這樣解釋 就是什麼呢 如果用一個形象化一點點 就是什麼呢 一條是一個要入電池的一個玩具 他被那隻東西偷了他的能力 就是偷了一粒電池 然後露露其實是一粒後備電池 另一粒電池 那裝一粒後備電池 他就能力就可以穿上 穿上不代表他加強 他當然是那一粒加強 然後另一個問題 荷馬提到之後 就說 著返又怎樣 他著返之後 那對手也是有你同用的能力的 對 而他還有其他能力 所以就說不通 不是說得通的 露露是一粒強化的電池 靈藍你這樣說是什麼呢 其實叫做什麼呢 那些過餘能力一直已經是過去了 剩下那些其實只有3A電池來的 沒什麼電的 偷都是二手的能力 所以你說 老實說 對經社的作品 你是不應該對故事抱有期望的 你不應該要求太多 你應該要對角色有些期望 那角色方面其實 很簡單 他其實都是不停去埋弄那個 不是角色的姿態 是埋弄角色的性格 他不停強調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強調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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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屬性 屬性不是很明顯的 如果你說看K-ON和之前的其他幾套 其實他的屬性來說 我覺得他沒有之前的做得那麼明顯 他不是屬性不明顯 是我們已經看到麻木了 哈哈哈哈哈哈 拿一句語好得的 鋒語好得的 鋒語好得的 我現在看到千斗五十名 有個羅里 不過那個角色原來是自創的 在小說上沒有的 他經常都有的 都說買角色 他要為不同的客人服務 其實連Lulu也是沒有的 如果你說小說來說 看一些資料來說 他Lulu和那個熊仔 九龍味都沒有的 其實就是一個team 就是四個人的team 很簡單而已 滿足的就是 小學生的滿足羅里空 然後那隻 露露的是什麼 人愛 你看到那個手臂範圍 其實已經是齊了 基本上 所以就是賣屬性 但是你說那個熊仔 那個熊仔不是不出 那個熊仔只是什麼 我們提到太多 我們已經覺得 就是這樣的 有什麼數 就是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他在開頭新發宣傳的時候 穿神帽 這個是五十名來的 摘一條馬尾 就是這樣的情況 都是賭武 又是打得 好打得 又是身材不錯 他就是拿槍 只是沒有了那支槍 我都說 這個是驚社的GOLDEN formula 對他來說 老實說 在他旗艾裡面的一些 有什麼 就是可以讓他 索造到這些角色的作品 他才會動畫化 但是真的不成功 就是 你說頭一兩集 那些人是OK 但是後面 如果你看回一些網上評論 其實後面那些已經覺得 嘩又是這樣 又是這樣 尤其是事件出現 這些東西其實叫做什麼 驚社的這種模式是什麼 他在現在來說 他不會是大型格 但是他一定不會是大書格 但是是不是一些 好像大台末落的前奏 那樣呢 那時候做來做一些樣板戲 越來越多 愛梅加二 愛梅加三 不斷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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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得對 所以你知道最後的劇情是什麼 大家一起出動 大台的結局都是這樣的 不是BBQ嗎 所以你說驚社這種模式 其實你只能夠叫做什麼 跟你每一餐上面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碗飯 其實差不多 那樣的 不同菜 不同菜 但是一定會有碗飯 不是 換了一堆菜之後 你也是這樣吃 餐餐又送家 換了一堆人之後 你也是這樣看的 ABC T物是BCA 最後物是CBA 都是吃的那些菜 不過 我都說驚社這個模式 就是他不會 他在現在這裡 你看到的 其實是今季裡面的 銷糧的王者 是這個 衛美好世界祝福 第一 第二 就是 我不存在的城市 就是看見的就是 我不存在的城市 那些就是什麼 很膽的那些 就是叫做 好 好作品 所以他能夠站在這個位置 衛美好世界祝福 那種東西是什麼 他抓到這種類型的作品的極致 神水真是厲害的 那套東西真是厲害的 十集可以做到這麼厲害 是很少的 這個完全是 整套東西是歸功於製作群的意 而OK 驚社這裡就是 你可以叫做 他穩紮 他穩紮去做到那些事情出來 給你看 而就是什麼呢 我們看開的人 我們不會對你有過份的期望 但是我覺得這個故事是失望的 因為其實這個故事後面 其實回合得不好 如果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是回合不到他之前所說的 平凡 你經常在叫做 叫做 叫做這些所謂 跟他自己有的輕小說 那種什麼 警戒之什麼鬼也好 這套也好 跟著 其他 他們全部都是 鳳梨間同一個模式而已 其實是 欸 他比方好 他中間沒有什麼跳舞 沒有唱歌 他有進步 我記得 我記得我講過他會有的 我認衰 這裡好不好 我認衰 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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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泳衣回 有啊 溫泉那一集 在我下門口而已 都是溫泉 要穿泳衣 這叫做給了創意嗎 你 你看不出創意嗎 你不用搭校巴 不用去深山 你只要上完課 下去下面換衣服 就是泳衣了 至少他省了三個景 坐車景 火車 山景 還有女館 但他沒有出獄 這些不省得的大哥 賣錢 那 作為補償 他就給你看 有得泳衣了 我覺得 算是給面子的 我覺得其實 我都說 驚石的作品 大家不要 不要對他 叫做什麼 其實 不要給太多期望 他 他真的完全是 為角色掛稅 他真的想著怎樣做起 這個角色 他不是打算做起這個故事 或者他是想做一個 一個真是新項目的企劃 因為他對他來說 他對他來說是一水水的 比較沒有過往想細心去經營 一套狀況 一套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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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很麻煩 因為如果你說做耳貴 他只是用回第二期小說 如果第二期小說 其實開始是一個很沉重的故事 那你願不願意經社會做一些很沉重的故事給大家看 但如果有沉重的故事 可能會吸引到一些劇情向那些讀者 但問題是經社 他現在這個年代 他已經處理不到這些劇情 他要不停歡樂 歡樂和歡樂 沒有了歡哥 他還可以做些什麼 人家說歡樂是監督技能 他已經把他踢走 那裡算是第二集 可能有機會 不知道 這麼難練歡哥 一向都是很難練歡哥 講新經社 怎可以不說歡哥 歡哥 你在哪裡 不是FLC 好像回來了 那我只可以說是畫質作怪 你想說什麼都不看 只是想看畫的 純粹說我想要一個較好的作畫質素保證 其實經社割品的確是這類型的觀眾的保險 其實是 他不會令你太失望 崩的程度也不會令你起出望外 平平反反 不是 你會拿到你所需的東西 但是你不要試圖去奢求一些他沒有的東西 他會給到你 他有一條線 不會過了那條線